《E.E.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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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E.E.T.V.的新主持人, 潮麦芯,Maggie. 很高兴在這裡見到大廈 我們是從香港過來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有一個節目 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的 叫做《法学人生》 我很幸运碰到隋法博士为我们主持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是什么呢 就是介绍关于你们健康的问题 很多人都很聚重的问题 虽然我普通话说的不好 但是我慢慢都学习 跟你们学习 我尝试用我很烂的普通话跟你们打个交付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我很训愿今天徐博士 会用一个很长症的 去介绍一个关于癌症的来由 因缘是怎么来的 我们从这里就交给徐博士 跟他们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徐博士 欢迎你 先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想你的国语听说是不太标准 其实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到 我的国语也是有限 因为我始终是在香港老大 可是我家里面是北方人 所以大家比较 用国语的沟通方面 稍微比较好一点 要是吃不打意的地方 希望观众们要多多包涵 至于在化学人生的节目 我们在香港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一向是用普通的语言 和现代的科学 有的时候也谈一谈 在科学方面的历史 介绍给我们一般的人 这个节目的听众 不需要是在化学方面有认识 我们也不要求你是什么专家 因为我们要把这些科学的重点 摆出来 是的 摆出来其实目的就是当一个 当我们这个普通市美 当你不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走向了错的道路 对 这些网民很多谋狐 很多人都不理解 这些东西又说会生癌症 或者这些东西吃了又会心脏病 所以我也很想在这个话题上探讨 其实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现在在说的是癌症 那癌症究竟的成因是怎样的呢 我就想问徐博士去讲解一下这方面 探讨一下 那个这个谈到这个癌症 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个人来讲呢 感受是很新的 在活的的年轻人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这么紧张的环节 有的时候是为了赚钱 或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或者是工厂或者是政府 都是喜欢闭着一个眼睛 瞒过去 希望自己不会惹上这种癌症的机会 摊到机会这两个字 现在社会的人必须要了解到 当你把你自己泡在一个大软缸里面 你怎么可能说你的衣服不会变色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问我的问题是一个诺贝尔奖学金的问题 这怎么来的 是的 很多人都想理解这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去把一个事情做得太复杂 我们可以用统计学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统计学为什么非常重要 统计一下 比如说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发明 我忘记的是哪一种金属了 最近的历史发生 在1970年代左右了 在中国我们国家做研究工作的人 那个时候美国人都震撼了 用统计的方法 发觉 某些地方的这个金属缺少 而小的 原来少了这种金属了 人会长这种病 这就是统计学的 对 这是真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美国健康中心 那我的工作呢 是事务管理行 它那里有一个建筑物叫 Buro Biologics 中文我不晓得怎么翻译的 BOB Buro Biologics就是管理全美国 包括外国进口的 有关细菌方面的产物 那我们的工作那个时候是研究这个脑膜炎的问题 为什么学还是有脑膜炎 那个时候我们成功了 一会再告诉你 那个时候我们研究的 研究过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老板叫John Robbins 他曾经到过中国 这个人很了不起 每一个科学家到我们中国被访问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他们都喜欢到长城啊 到古城啊 潘家园啊 到处去逛一逛 看一看风景 这个科学家呢 从来不这样做 他去到以后就埋头在实验室里面 跟当地的科学家做一块研究工作 平时John Robbins 他会在我们BioB 这个部门的时候呢 他会又花的多的时间了 或者那个时候打字机 也没有现在的电脑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是打字机 前面有一个有一个球 这个球呢 啵啵啵啵啵这样打字的 他会把这个球撤下来 码干净再放回去 等到礼拜一开工的时候 就说秘书们会得到一个新的机器一样 就这个人的本性啊 实在值得欣赏 那个时候这位John Robbins 就告诉过我 统计非常重要 是吗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 这是一个历史也是现实的问题 就好像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现在的中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其实不光是中国 那是鬼承的 你现在带到越南去 或者是我没去 我去过其实 越南或者是泰国 有很多Colombia 哥伦比亚 南美洲 这些国家呢 你去看看它的空气污染的程度 会吓死你 在上一个月吧 有一批科学家 Colombia 做了一个统计 现在我们在统计方面 不要问为什么 只是统计 发觉有一批 Elsheimer 就是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现在很多人都有啊 嗯 他们发觉这个老人痴呆症 他们这用统计学 发觉不得了 这是工厂附近啊 这些人的老人痴呆病的病人特别多 哦 那你就马上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嗯 那有些科学家呢 就把这些 或者这些老人痴脑袋刮了 嗯 照相片 我是简化的 我们不要去讲 那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嗯 发觉 有摩打转动的地方 金属转动的地方 在空气里面 除油的东西里面 有一种很小很小很小的金属本 嗯 你别忘记 这是浮油的东西 OK 嗯 可以经过你的鼻孔 毛孔 不是毛孔 鼻孔 嗯 喘气的时候 在你鼻孔的上额 上额 打到你脑子里面去 这样子啊 OK 嗯 而在这个脑子 脑子的细胞呢 OK 是用肥油做出来的一块东西 嗯 百分之四十是蛋骨醇 蛋骨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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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不要把蛋骨醇看简单化了 OK 人就是蛋骨醇 哦 OK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将来再谈 对对对 重要的要了解的就是 这次的统计 跟医学的根据 发觉 这个细胞与细胞之间 在脑子里面呢 它中间的这些地方呢 有很多很小很小粒的 这个叫做menotide 带磁性的金属 哦 而导致了 Alzheimer 老人痴呆症 嗯 这是一个最新的科学发生 我举这个例子 嗯 就是用统计 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们不要问他为什么 只看数字 有一个组织叫WHO 实在健康众生 现在是我们中国的一位 啊 厂逢富山 厂逢富山 这位女士呢 这个WHO 我们就叫WHO好了 WHO这个组织呢 在今年的九月份 正是房子最近 发表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章 嗯 散布在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嗯 告诉全世界上的人 空气污染 可以致癌 炸弹 这是一个炸弹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致癌 你问我为什么 首先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统计 嗯 原来百分之三十 甚至于更多 这个癌症 来自于空气的污染 嗯 嗯 这里是以上 我跟Columbia 统计时发现 这个老人痴呆症 嗯 跟这个空气污染 有绝对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 直接 然后国语叫直接 嗯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WHO 他这个组组 他这个组织呢 做这个大的统计 不是说一万个人 他是要几百万的人 做了这个统计 得到的结论 这个结论 是不容否认的一种结论 空气的污染 就可以要你的命 要命的方法就是癌症 而且 有的人说 有 早几天 我收到了一份电邮 电邮 E-mail 有一位听众警人 告诉我们说 就是你胡扯八道 又不见街上的人 有肺癌 嗯 谁告诉你 这个空气污染 到层的癌症 一定是要肺癌的 你可以别的病 包括Alzheimer OK 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包括人痴呆 Pancreas 你的这个 疑状癌 OK 谁晓得还有 别的问题没有 那我们在这一步去考虑 说是这个癌症的来源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我凭什么资格 谈这个问题 在1973年 我很幸运地呢 就参加了一个研究小组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研究小组呢 我的老师是Gerald Sun 他是Princeton 毕业的 他的老师叫Curt Mislow 现在在Princeton的一个 化学系的主任 他的学生是Gerald Gerald的第一个学生 就是安 真的啊 所以我是 那 最好有意思的是 这个 这个Princeton 这个 现在是老人家了 Curt Mislow Curt Mislow的老师是谁呢 是诺贝尔奖学 拿诺贝尔两次奖学金的 嗯 OK 嗯 讲的就是 我是这个 第四代的弟子 哦 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研究癌症 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嗯 全世界的人都在问 为什么会有癌症 对 那我们怎么对付它 对 怎么预防 怎么 那个时候 这一毛黑 嗯 其实没人晓得 那时候做的方法是怎么做呢 就是拿这个毒药 蛇毒 树皮 嗯 你想象的东西 他们都砸进去 去研究 究竟这是 癌症是怎么来的 怎么治法 所以 有那个时候 你有癌症的话 OK 你去治疗 你去死亡的几率 比你不治了 死得早一点 更严重 因为那个时候是两眼一抹黑 什么都不想 嗯 这就是我的背景 嗯 从那个时代 到今天2016年 嗯 我特别的感受 特别新的 很新鲜的地方 因为我父亲死于癌症 肺癌 假如我在25年前 有今天的学问 嗯 嗯 很可能他老人家 不需要死 所以不要看下 现在科学方面的发展 嗯 这个发展呢 不单单是西医 嗯 也不单单是中医 就是人类这方面的认识 跟发展 最简单的就是空气 嗯 谁会想到百分之三十 癌症来自于空气的毒素 哇 真的不可以适宜啊 你不敢相信 可是这个问题 能不能达到人们的思想里面呢 这个story 很致癌的 非常危险 为什么现在还是全中国 全美国 全日本 全香港 都在搞这个法宝教 满见满像的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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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